大家好,每年11月中至12月都是大堂紅葉開始轉紅的日子 元朗大堂的豐香林都會人頭湧湧 除了在這裡欣賞紅葉之外 其實在豐香林再走多十幾分鐘 就會到達一條古道的吉慶橋 這裡也是從全元朗的村民出去荃灣等地的運輸交回點 今天我們一齊來欣賞大堂的紅葉之外 也來看一看這條古道的吉慶橋 在出發之前記得點讚和訂閱我頻道 最重要就是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首先我們看看地圖 我們去到元朗大堂郊野公園的停車場閘口出發 經大堂山道走入豐香林 沿著大堂山道走最後走到吉慶橋 我們在元朗朗平站B出口天橋出發 在天橋上看就會見到K66巴士站 已經有人在排隊上車 我們沿著天橋轉左邊 中間會有一條樓梯落到地下 沿著馬路走就會到達K66巴士站 由於現在是看紅葉的季節 所以港鐵加開了一條線 K66S巴士線來回大堂 我當日就直接上了K66巴士 如果你是剛剛搭完港鐵出閘的話 在60分鐘之內再乘搭K66巴士 這一程的車費是免費的 去到大堂山路站下車 在巴士站附近會有公共洗手間 可以先整頓一下就出發 走到巴士車尾方向 第一個路口轉上山 這裏就是大堂山道 在這裏附近也有幾間餐廳 可以依圖 Hello 今天我們就出動了 今天我們上去大堂的豐香林土體風業 乘搭K66巴士去到大堂山路下車 沿途上山都會見到好多遊人 尤其是豐葉轉紅的季節 我們一直沿著道路上山 會來到大堂交易公園的停車場閘口 這裏私家車和的士都不能夠進入 兩邊有樹蔭都幾舒服 山路都是緩緩不急 有暗斜一般人都可以應付得到 我們往田夫仔的方向走 在其中一個空地上面 就放置了這些可愛的提示牌 沿途也有很多指示牌 指示方向 沿途走得非常多人 好像去銅鑼灣一樣 沿著大堂交易公園的方向 就來到豐香林 非常快 大概25分鐘左右就到了 豐香林的樹葉 為什麼會轉紅呢? 其實葉細胞裡 除了有葉綠素之外 也含有橙黃色的胡蘿蔔素 和紅色的花色素金 由於秋冬天的天氣很乾燥 在寒冷的氣溫和強乾的照射下 葉綠素就會加速分解 但是就有葉細胞 製造一些花色素金 也都無損它的胡蘿蔔素 所以在秋冬季節 就會看到一些豐香樹的葉 會轉黃色和紅色的現象 而在漁農署每年都會公佈 大堂紅葉豐香林的紅葉指數 給準備去大堂欣賞紅葉的朋友做一個參考 來到這個位置 就是紅葉最多的地方 也有糧亭可以休息 如果純粹只是想欣賞豐葉的話 在糧亭附近 這裡就可以沿路接返 因為這裡已經是豐葉最多最美的地方 但是如果還有餘力的話 建議可以再走多一會兒 其實豐香林只是其中一個景點 我們再繼續向前走 就可以到達完全古道 大腩蔥水塘等等 這就是日光浴 這個位置 走過來經過風香林 一直走下來其實都挺多風業的 但是過了最多風業的部分之後 我們就向吉慶橋出發一條大路 由起步點走到過來大概一小時左右 我們離開了風香林之後 這段時間就安靜很多了 剛才那裡旺到像銅鑼灣一樣 走這邊真的寧靜很多 真的可以享受到人在山裡的寧靜 可以聽到鳥仔聲、蟲聲 沿著大堂山道一直向下走 有指示牌指望大南蔥水塘 這裡附近也是南坑排古道 大概現在4時9時到達大南蔥水塘 也聽到流水聲 這裡也是一個行山交匯柱 可以到達雷宮田 完全古道 大南自然教育徑等等的地方 這裡的設施有涼亭、桌椅 還有這些藍色流動洗手間 這個就是出名的吉慶橋 這條橋建於1868年 在50年代曾經重修 是以前元朗居民通往荃灣的主要通道 旁邊就是大南蔥水塘的邊緣 也就是千島湖的其中一部分 旁邊就是大南蔥水塘的邊緣 也就是千島湖的其中一部分 在1011年代的汽車 都在155年代的汽車 在1011年代的汽車上 都可以使用十分之一部分 去旁邊的汽車 上次的汽車 可以說到達一步 在2012年代的汽車上 可以跟這個汽車上 我們在大腩蔥水塘之後休息了一會 喝了一口水 我們現在回程了 都五點半了 天開始黑了 我們沿路出回大棠 郊野公園 那裡會有小巴 或沿路走進去 我們今天上來的地方 對面會有小巴站 還有巴士可以乘車離開 回到元朗 我們回到剛才停車場閘口的起點 這裡已經有過百人在等小巴離開了 終於等到車了 我們洗了 等一個車子 好了 今天的影片來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點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最重要是分享給朋友 約定你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